原力在曝光李冰冰美国洛杉矶豪宅,称我很羡慕,买不起。 要说这娱乐圈还真的是很奇怪,前段时间范冰冰刚刚倒了煤,转眼李冰冰又被原力在微博撕了起来,原力在微博中还特意晒出了李冰冰国外的豪宅,称我很羡慕,我也想买钱怎么出去的? 平时没对我们老百姓五万元一年的换汇监管,这很不公平,请监管给个说法。 照片中李冰冰的豪宅颇未奢华,据说这套豪宅是李冰冰在2013年6月以243万购买的,2016年以275万美元卖出,三年半小赚32万美元。 不得不佩服李冰冰的经商头脑啊。 除了美国的房子以外,李冰冰北京的豪宅也曾被曝光,据说这套豪宅价值2800多万总面积400多平米。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套豪宅面积确实是很大,全部采用石木地板装修,其中一面墙上是很大的窗户,看上去非常的舒服。 餐厅的一角,深色的桌子,亮色的窗帘搭配低调中透住品味。 厨房一角,整个厨房采用了简欧的装修风格,看上去很协调舒适。 休闲区则是采用了欧式的白色系装修,粉粉暗嫩非常的符合小女生的风格。 看了李冰冰的豪宅真的是让人羡慕不业啊。 如今,范冰冰的事还没整完又出来李冰冰的事,看得大家也确实有点猛啊。 网友们纷纷在微博留言这是是真的吗?李冰冰是不是应该回应一下?南部成员也说的是真的,所以选择沉默应对。